想要纵览西北美景 这条路线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从青海湖畔到伊犁河谷 囊括了新疆与青海的万千气象 大漠戈壁 雪山草原 湖泊湿地 在这一路都能一网打尽 并且全城海拔市中道路状况良好 全城2600余公里 这条路线东起青海西宁 翻越日月山 途经青海湖 查卡岩湖 进入柴达木盆地 在茫茫戈壁中 与西北大环线上的水上雅丹 芒芽翡翠湖等相遇 穿过阿尔金山进入新疆境内 普京坦克拉玛干沙漠 与新疆第一大湖伯斯腾湖 邂逅巴音布鲁克大草原 进入伊犁河湖 普京纳拉提伊宁 最终抵达国门霍尔果斯 是一条绝美的西北自驾路线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一路的美景究竟如何 首先我们来到起点青海省会西宁 它是青藏包园的门户 分布在黄河之流 黄水谷地之中 可以在这里吃饱喝足后再出发 离开西宁市 我们将沿着河谷一路盘旋而上 海拔也将在短时间内 急剧上升 前方不远处 我们将抵达日月山压口 也就是当年文成公主 回望长安 思乡落内的地方 它也是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 两大地理单元 天然的分界线 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日月山之后 我们将看到的景象 也会截然不同 接下来我们正式走入高原地区 现在所看到的是道坦河 一处地质运动造成的自然奇观 天下河水皆向东 唯有此西向西流 前方不远的地方 便是中国第一大湖泊 青海湖 关于它的名字 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因为地质运动的台声 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盆地 四周雪山溶水汇集 形成了如今美丽的青海湖 环青海湖的旅行路线 已经十分成熟 可以在湖畔细细品味之后 再出发 黑马河等地 都是青海湖 日出的绝佳观赏点 离开青海湖之后 我们将翻越沿途第二座高山压口 海拔将近四千米的象皮山 它是青海湖与柴达木盆地的分界线 翻越此山之后 茫茫戈壁将进入我们的视野 我们也将走进祖国的聚宝盆柴达木盆地 前方不远的地方便是活遍全网的达卡地 查卡沿湖 它被网友亲切地誉为天空之境 而它的美丽与天气的变换有着莫大的关系 游客对于这里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离开查卡沿湖 我们将逐渐走进柴达木盆地腹地 途经嘎海等一众零星散步的沿湖 柴达木的意思便是沿泽 因为地形封闭 降水稀少 蒸发量大 所以广布沿泽 接下来我们将途经德令哈士 来到一对姊妹湖 托素湖与克鲁克湖 仅一滩之隔将两湖分别化为 咸水湖与淡水湖 其中托素湖的外星人遗迹 也是西北大环线上著名的打卡点之一 我们继续前行将抵达青藏县 与季315国道的分岔口 小柴弹湖 它的名气虽然没有沿途其他景区之名 但戈壁滩中水天辽阔的气象 也非常值得游玩 并且紧邻公路十分容易抵达 离开小柴弹湖 在茫茫戈壁滩中行驶数十公里后 我们会途经西北大环线上 著名的网红打卡点U形公路 在戈壁滩中像这样笔直的公路 也是家常便饭 动辄绵延几十公里 我们继续前行江途经 已经相失的东台吉南尔湖 来到乌苏特亚丹地质公园 人们通常称之为水上亚丹 茫茫戈壁滩在湖水 与风霜的雕刻下形成如今的模样 如同一条条白龙在湖面上游异 前方不远的地方是西台吉南尔湖 从湖中穿行而过的公路 将此湖一分为二 一半湛蓝一半碧绿 一半为淡水一半为咸水 也是沿途的自然奇观之一 下一站我们将抵达芒芽翡翠湖 也是沿途一处绝美的小众达卡地 盐矿的纹理与晶莹剔透的湖水 在这里构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的自然之景 将大自然造化之神奇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翡翠湖前方不远的地方 便是被称作中国最孤独的城市 芒芽 茫茫沙漠戈壁与无人区将这里包围 方圆八百里之内没有相邻的城市 我们继续前行 公路将穿越阿尔金无人区 也将翻越阿尔金山脉 进入新疆境内 在阿尔金山区的路段 也有一种粗犷之美 支离破碎的山体 给人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它也是我国第一阶梯 与第二阶梯的天然分界线 翻越阿尔金山 我们便进入塔里木盆地 首先我们会途经塔里木盆地中 我国最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 其边缘的台特马湖 一处生命禁区中的绿洲 水鸟偏迁 水天一色 与沙漠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 我们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 一路北上 途经塔里木河 将来到新疆第一大湖泊 波斯腾湖 它由其背后天山的万年冰雪溶水 汇集而成 也是塔里木盆地中 十分罕见的超大型淡水湖泊 同时也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淡水吞土 离开波斯腾湖之后 我们将进入天山山区 沿着山谷盘旋而上 我们将进入天山腹地 来到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的东侧 它与呼伦贝尔大草原 纳拉提大草原 南美洲的潘帕斯草原并称为世界四大草原 也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之一 接下来的行程 我们将进入伊犁河谷 在公路南侧的山腰 分布着一个小型的盆地 这里便是空中草原 纳拉提 也是哈萨克族同胞主要的聚集地之一 冷山林与草原相间 在这里构成了伊犁河谷中 最为迷人的风景 每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 深藏在伊犁河谷中的杏花沟 鲜花材刚刚盛放 漫山遍野的花海与草原相间 给伊犁河谷铺上了最为绚丽的色彩 我们继续前行 将进入伊犁河谷腹地 它分布在南北天山之间 来自大西洋的暖湿气流 跋身万里行至此地 在天山的阻挡下形成了丰沛的浆水 也成就了伊犁河谷赛上江南的美誉 接下来我们将途经伊犁州的州府伊犁 来到霍城境内 来这里欣赏与普罗旺斯薰衣草齐名的 霍城薰衣草花海 每年六到八月份 这里就变成了紫色的海洋 也是赏花的最佳时节 在往前不远的地方 我们便抵达终点 国门霍尔果斯 塔西城中亚五国 与哈萨克斯坦相邻 也是连霍县护霍县的终点 至此我们的行程也已结束 西北美景在这一路 让我们一览无余